屏東發生驚險的警匪追逐 一名男子開車無照上路 被警方攔查 卻不服取締加速逃逆 一路逃了10公里 途中造成兩起車禍後 男子在萬大橋自撞翻車 員警不敢大意 還一度持槍合斥 另外在高雄人武 則是有移工拒絕盤查 在大街上面和員警搏鬥 造成兩名警察手部腳踝差錯傷 警察耶路民敵 因為有駕駛不服機查 情況危急 煙路狂追 沒想到逃跑不成 駕駛竟然自摔翻車 員警不敢大意 持牆赫斥 海南應答代表人沒事 等待救護車過程 駕駛自行趴出脫困 無奈員警也下田協助 原來致民寺 3歲陳姓駕駛 2號下午5兆駕駛 牌照又逾期鑄燒 心經屏洞室遭藍茶 卻當場加速逃逸 沿途追逐10公里 將近40分鐘 直到萬大橋 自撞停下 造成兩起交通事故 還好沒人因此受傷 兩台警車床從那邊一台 有看過又吹過去 全案僵依公共危險罪案移送 無照闖紅燈 加一加最高開罰7萬多元 另外在高雄 也有民眾直擊 人武街頭上演 警匪追逐 警車停在路中 員警下車和半裸上身男子 拉扯搏鬥 事發在2號下午3點多 原來當時員警在盤查 疑似逃逸的兩名移工 過程中 兩名員警一個手部臉部受傷 另一個則是手部腳踝擦措傷 見兩名越南籍男子已有 竄逃跡象 御蘭查進汽車逃逸 員警立即下車追射 如果有違規 真的不要心存僥倖 不只逃不過罰網 還可能背上更多刑責 記者告訴我頻道這麼大